比如说 陆康和两位叔伯已经商量好了 由慕容府把丧事给办了 也不知道陆康用了什么办法 竟然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 我觉得陆康跟太风厂真的是有缘啊 他帮太风厂办的好事 也不止一桩两桩了 汉林 我说什么你根本都没有听见 汉林 你不要太自责了 天灾人祸谁都挡不住 更何况渡船事故的原因还没有找到 不管是什么原因 那条船出自我手 我这双手不应该斩上鲜血 人这一辈子哪有不经历风浪的 不管经历什么样的风浪 我只希望我们能够在一起 如果风浪过后 二爷能够站在更高的位置 我会陪你一起笑 就算是一切都一无所有了 我也会帮着你重新站起来的 万一我再也站不起来了吗 你是个手艺人 你到哪儿都有人稀罕的 雨晴 我喜欢你说我是个手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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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叔 喝了吧 我那大哥已经答应了慕容老爷 明天人就下葬了 我看也翻不出什么浪了呀 慕容府又难过上太平日子了 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水晴 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水晴 我也不愿意 不愿意看到的路 那个慕容府 是个仗势其人的地方 偏偏我那个大哥 还有把事 三叔 别着急 这么匆忙的赞礼 肯定会有机会的 您记住 只要慕容府的日子 越不好过 你得到的就越多 发达财 你发学吗 人家伤的是二奶奶 是慕容甫的人 你跟他戳什么劲啊 刀子是不长眼睛的 那二奶奶受伤了 他有自家的男人会疼 慕容甫上下的人都会心疼 你梁寅峰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谁心疼啊 除了我胡莱花还有谁啊 阿奶奶吗 你说话呀 小商不折腾了 这是小商吗 是 是 是 老爷 没想到吧 那娃子店不吃酒肉 害得我白忙和异常 二先生啊 我就想知道 人的手怎么能伸到那滚烫的油锅里 还不受伤呢 不敢瞒着老爷 这都是祖师爷传下来的 在油里加上醋被人看不出来 醋比油热得快 那个时候的油还是温的 看来你的祖师爷那真是很聪明啊 老爷 听说府里要帮他们办伤事 你是银峰的老月账 让你办这种事那不合适 老爷 这您就见外了 我吃着府里的饭 总要为府里办的事才行啊 咱们府里倒是没有办这种事的 那这种 那这种 二先生 二先生 牛子 你来干什么 桑少爷 听说你们太荒场发生了一件大事 你还是回去把事情处理好之后 再来找银子瞧解吧 他在外面有点不高兴的事情 他为什么不高兴啊 是因为家里的事吗 家里的事你都已经解决了 什么时候解决的 小岛先生 请你让我进去见银子 我再告诉你一遍 我也想让你进去 但银子不在家 你下次再来吧 我不信 你不能进去 桑少爷 让他进来吧 银子 你怎么回来了 我到处找你 你来干什么 我来接你回家 我们现在已经是夫妻了 我曾经也是这么想的 但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勉强是没有幸福的 你怎么了 谁勉强我们了 我们是相爱的不是吗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情 你的家人不喜欢我 我也不想生活在别人厌恶的环境里 你在说什么 你可不可以说得清楚一点 我没太明白 你自己看吧 你自己看吧 你现在觉得这还是误会吗 风 我们也要分手吧 小强 今天到了住病的日子了吧 嗯 二奶奶 可算是风平浪静 您也可以松一口气 睡个安稳觉了 倒是松了一口气了 能睡个安稳觉就未必了 哎 哎 小强 那个英子为什么离开慕容府 你知道吗 我 我不知道啊 昨天三爷又喝个烂醉回来 是看门人将他扶进屋的 对啊 按理说新婚燕耳 应该称风得意才是啊 爹 爹 你快起来吧 大来也要咱们全都过去一趟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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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快起来吧 大来也要咱们全都过去一趟 这出什么事 岔子吧 什么岔子 赶紧穿衣服吧 好 哎 妈呀 可算是走了 是啊 刘叔叔 等他们走了 咱们就可以清场关门开工了 对对 我这两天也天天盼着咱早点进场 早点查一查这杜船爆炸的原因啊 这 不是 他们干不干啥呢 他们说棺材底儿掉了 啥 是谁干的 谁干的 我 这府里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啊 大哥 这是一种迷信 他把照片贴在布娃娃身上 这布娃娃就变成鹰子了 这针扎的就是鹰子 竟然有这么恶毒的事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大哥说得没错 这是鹰子 这是在我新婚的被褥下发现的 我就想问问 鹰子到底跟你们有什么成什么缘 你们要用这样的歹毒方式来对待他 三弟 你也不要着急 这都是无知妇孺的把戏 怎么能当真呢 把戏虽然没用 但其心可诛啊 像这种既迷信又恶毒的人 是不能留在府里的 二哥说得没错 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干的 自己站出来 离开慕容府 要是被我给揪出来 那恐怕就不是离开慕容府 这么简单了 不是的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我爹就是爱喝点小酒 赌个搏 你让你爹自己说 我爹不是这么恶毒的人 莱华 你让爹说 说什么呀 说说说 有什么可撑的 不是他 是我做的 你做的 小乔 你老老实实说 你是不是替什么人顶罪呢 就是我干的 不好了 不好了 大老爷 出什么事了 不好了 有一些披麻呆笑的人 带着一些乡亲们 一个个手里拿着厨头和铲子 又冲进来了 是不是娃子那边 又出什么事了 咱们快走 把门打开 不能开门啊 他们是来冒事的 进来之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打开 大哥 要不让他们从侧门进来 阿爷 不行 不吉利啊 把窗门打开 把窗门打开 别闹了 别闹了 都别闹了 别闹了 别闹了 大老爷有话有讲 大家可就到这儿来吧 来吧 来吧 走 走 我让开 让开 我叫二弟两口子 还有娃子 宇家死得可冤了 今日本事及时出兵 可起关没多久 棺材板就掉了 怎么回事 这事不是让胡二仙去办的吗 你们放心 棺材坏了 我们会换两口上好的棺材给你们的 不急 你们这些地主老财 不仅害死人命的 大哥 别跟他废话 今天 就是一命敌命 把你打死你 别打 别打 大哥 小心点 别打 别打了 当家的 小心点 我去叫警察 好 不能再打了 你信仇我们大爷信仇 再打些你都会出人命的 都不要打了 别打了 都住手 别停他了 都住手 都住手 不能停他了 我杀人偿命 今天我就让你偿命 住手 大哥 别打了 别打了 大老爷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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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老爷 大哥 快来人哪 去让您快点 去让您快点 开门 我先来画 汉林 汉林 请你走 走 大哥有可能就买 你 请你 有 你们看什么看 都走开 晚辈苏玉清在此 请求列祖列宗保佑大哥 亭国难关 平安无事 宋玉清从此愿意斥斋礼佛 求得福报 晚辈慕容白 也愿意斥斋礼佛 求列祖列宗 西方佛祖 保佑大哥 平安无事 旅行 乐 爹 我容忍快完了 如果他死了 也算是为爹报了大仇 可是爹 为什么我一点也不开心 我错了吗 好 慕容松现在就剩下半条命了 我让手下把那些人押在慕容府的门口 只要慕容松一死 我就抓人 等天就想抓人 我找人继续去闹 好 这下慕容府就没好日子过了啊 我相信 这个太风场迟早会落在我们手里 来吧 为灭号的前程 干杯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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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Dr 三弟 安心 大哥 大哥 你醒了 大哥 三弟 您可三十醒了 我睡得长时间了 您睡了两天两夜了 大哥 都是我的错 让你变成现在这样 你责罚我吧 我害你 三弟 还记得爹娘了 你小的时候 你淘气 你 有一次 把一个小鸟给捏死了 月亮美设的大鸟 帆嫂罚我打了一顿 我记得 我记得 地步脚 兄之王 我是你大哥 天天还打手 不 那是天经地义的 就说这次后 害了这一枪 就算我死了 别人也跳不住手 毛病了 但是你想了没有 我这一枪 要是打在别人身上 大哥就是想替你收破 我 恐怕 也难以为之了 你 晓月啊 什么时候长大呀 看 我错了 别再让我着急了 别再让你着急了 别再让你着急了 我现在也让你着急了 快 我还想睡一会儿 好 睡一会儿 你好好睡一会儿 我出去跟二哥他们说一声 我一会儿就进来 再会儿大碍 我暗示服药 谢谢您 大夫 慢走 您慢走 谢谢啊 大哥怎么样了 吃了药又睡着了 三弟 二哥 二嫂 我想去给娃子蒙你俩送葬 送葬就送葬吧 你穿成这样干什么呀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大哥插脸着陪生的性命 和娃子两家 可谓是两败俱伤 现在在那儿后 看我们笑话的人肯定不少 咱第一把死能走 是你和大哥 辛辛苦苦才撑起了家业 不能够败在我的手里 所以我这么做 也许娃子母女俩 她们能够早日下葬 三弟 你想好了 扶官打翻 可是自家的孝子孝孙做的事情啊 我知道 二嫂 可是这件事情 终究是因为我们开封城的 渡船而引起 我这么做 也算是对她们的一种补偿 是吗 嗨 二哥 二嫂 以前我不懂事 对你们都有冒犯 我在这里给你拍不是吗 来 赶紧起来 三爷 五哥 五哥 对不起 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这一次 又让她们过去了 你说谁能想到这慕容锋 连自个儿祖宗都不要了 跑去给别人家的爹娘 披麻带笑 这天大的面子跟我 我也拒绝不了啊 你们中国人办事 就是托你带水啊 小岛先生 话可不能这么说 中国人的招数可多着呢 刘先生 还有什么招 大招 请 请 英子小姐请 大招 汉杰虽然给别人披麻带笑 但我心里也高兴 这是大义之举 看来我们慕容家的人走出去 个个儿都可以独当一面了 大哥 您才是慕容府的主经骨 您一定要养好身子 慕容府还有好多事情 等着您拿主意呢 好 好 好 晚 晚了啊 二爷 你看这样行吗 咱们这第一场又回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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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各位工友 前段日子 太风出了乱了 现在 又回到正轨了 接下来 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找出杜传事故的原因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有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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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奶奶不好了 二奶奶 二奶奶不好了 有什么事情外面说去 就在这儿说 什么事儿 我还死不了呢 杜黑子来报信说 专员派人 把二老爷抓走了 好 杜黑子 我真舍不得你 我又想哭了 那你就先陪我回青岛呗 反正我一回去 就去事务所上班了 律师到处跑 我肯定会常去济南的 好 杜黑 你等我工作了 也没什么 我救我的事务所 进水楼台而已 真羡慕你 我妈回去就要让我结婚 岳叔 你别看了 和我们聊聊天吧 这里最不愁的 就是慕容岳叔了 我怕跟你们聊着聊着 又要大哭一场了 岳叔怎么就不愁了 违线最好的一群学堂 他父亲是孝董 连违线太风机械厂 都是他们家的 我的天啊 看什么看 岳叔 岳叔 别误会啊 别误会 我跟你们说啊 前不久 太风厂造的激动渡船 不 炮炸了 怎么啊 害死人了 冬家被抓 这太风厂啊 也要被查封了 你胡说 慕容家绝不会害人 我这报纸还留着呢 要不 我念念 还是 你自己看 先生 能借我看上吗 看什么看 是 厂子都疯了 他们慕容家有劳本可吃 咱们可怎么办 是啊 怎么办呀 他们是不是不管我们了 要管 他们怎么管 慕容柏都坐大牢了 此生都难保 这个月工奸还没发呢 我看悬 对呀 工奸到北 是 大家都安静一下 听我说 你们都是太风厂的工人 太风厂 现在暂时有困难 冬家蒙冤 你们却不思挽救 还想着自己能不能拿到工钱 慕容家这么大个场子都开得了 能欠你们那几个小钱 二婶 我二叔 我二叔是真的 大家听我说 大家 先不要乱 我们工人 不是不讲道理的 现在正是需要大家团结 在一起一致对外的时候 千万不能自乱来阵脚啊 这人是谁啊 等我给你说 大小姐 大小姐 请大家放心 太风不是慕容家一家的太风 在场的很多老工人都有太风的股份 太风是大家的太风 大家共同见证了太风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从违线的一间铜铁作坊 到如今的江北第一场 太风虽然今天被封了 大家无功可上了 二爷被抓进了大牢 但太风并没有倒下 太风只是跑得太快了 需要休息一下 等太风喘过了这口气 定会再起新航的 停工这些日子 请大家安心休息 原本该给大家发的工资 我答应大家 工钱发一半 谢谢二爷 谢谢二爷 反正我相信慕容家 太风场不能倒下 对 太风场不能倒下 太风场不能倒下 对 不能倒下 我们要相信太风 太风场不能倒下 相信太风 太风场不能倒下 我们要相信太风 相信太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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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相信太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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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奶奶在新人后 还给大家发工钱 可惜只能发一半 能发一半已经很好了 起码够大家生活开销 有点儿 有点儿 岳叔是大老爷的女儿 你来太风场的时候 她已经去北平读书了 原来是大小姐 一大小姐 我来 二婶 二婶 什么时候太风场的事物 轮到一个工人来说话了 岳叔 这位陆康兄弟来到太风场之后 帮了我们不少忙呢 若是工厂里的事物 连工人也说不上话 你有这自知之明最好 那我就奇怪了 若是工人也说不上话 那工厂里的事物 又怎么轮得到 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指挥呢 你 今天大小姐一张口 就差点激怒工友们 若不是二奶奶 事情恐怕难以善良 一个工人 有两下子 二奶奶 你放心 我定会和工友们 将围水里的渡船零件 打捞上来 把事情搞清楚 还二爷一个清白 还太风厂一个清白 不行 这天寒地冻的 身体会吃不消的 工人也是工厂的股东 这么做是应该的 二奶奶 告辞 二婶 你快告诉我 家里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爹好久都没见你了 他现在最想念的就是你 快去看看他吧 韩芹 我没事了 你不要天天陪着我了 要出去找点事干吗 我现在出去能做啥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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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子疯了 二哥也坐牢了 二哥也坐牢了 得想个办法 把你二哥给救出来 把你二哥给救出来 只要人还在 只要人还在 爹 野叔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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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 别哭 让爹看看 这是毕业回来了 好啊 回来了 就可以帮着爹教书艺人了 咱们一群又多了一个年轻美丽的园定 爹 还可以帮着你二婶吧 爹 家里的事 二婶都告诉我了 女儿回来了 我会帮着二婶 撑起这个家的 眼下 我一定要先把二叔救出来 你一定要好好养伤 快快好起来 岳叔不能没有爹 岳叔长大了 岳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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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叔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爹 姐 姐姐回来了 姐 岳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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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林兄 你何苦那么酱呢 这事实俱在 就算你不签字认罪 他日上了法庭 你也是罪责难逃啊 既然你这么信 法庭会判我有罪 那就等着法庭判好了 何必要我自取认呢 这不是专员下的死命令吗 说三天之内必须要有结果 但是有一点 我和柳县长 能保你个人平安 但是你必须得签字 否则 无可通融 潘林兄 你也是个失实物的人物啊 何苦多余受这皮肉之苦呢 再说了 你也得替府上的老小想一想啊 这家里头的人都等着你回去呢 这个罪 我绝对是不会谋认的 我不可能拖累太风场 蒙受不白之缘 我慕容白 死不足惜 那既然这样 我就无话可说了 属兄弟不能关照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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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